这台当天上路60万的豪华商务MPV 丰田大宝王 终于过完户了 咱们现在把林牌贴上 开回车库 看看怎么拆开整备一下 走出发 这个2.4加4AT 不能说它很有劲 但是它很顺 要知道这是一个2001年的车 也行驶60万公里了 虽然这个车过减速带很松散了 我们回去得整备 但是跑高速这种底盘的稳定性和循积性很棒 这动力总成很成熟 老家美 6代开门都在用 怀挡 自动空调 大通牌的设计 带一家人出去玩 你看一个后排 准7座MPV 开它你出门就感觉在住宅很放松 像这样的7座MPV 我的这个脑袋里面 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台 丰田的呀 本田的呀 三菱的呀 马自达的呀 这类车型我觉得是我们目前的刚需车型 汽车不仅是自己的这个代步工具 更是一家人出行的这个幸福保障 你们想买7座MPV的 持续关注一下 咱们现在开回车库 阿张在外出差 专门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拆车 张师傅刚回来 无缝衔接 来 直接上车 刚上飞机 我都没做事 上车上车上车 看下这车 再破了 买来什么我的 阿张师傅 我给你介绍一下 ACR30 第二代丰田大宝王子弹分 你看这个 拍一管扑子扑子的 怎么样呢 拍一管可以换嘛 这个车真是经典中的经典 往前一推 这个一躺倒 这是不是一张床 是不是很舒服 车行驶了60万公里 你先上手 你先下来 01年60万买这个车什么概念 南京鼓楼买四套房子 怎么说就是干啥就完了 今天的目的 咱们就是把这个车大借八块 这个 我这个可以 你给我踩坏了 你给我赔 你看这空间贼大 是吧 阿张在里面跑来跑去 这个车以后就是我们修完 我们当拍摄车 张师傅 这车有预算成本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搞不得 挑战一下 人老猪黄了 要年轻一点收这个还能搞不得 放下来吧 看不起人 你看第二排一拆掉 第三排 你看 你看滑到前面来 这多舒服啊 是吧 到时候我装个洗领电视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这样做 在这边看电视 很好 如果哪个MPV能这样设计 第三排两个独立作业 第二排这样躺着 天王之位 躺累了 可能这样躺 哈哈哈哈 打开录音机 打开唱片题 让音乐开始 让节奏不停 不要不理我 不要讨厌我 咱们的原来